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审理过程从案发到现在 魏家没有认过错 也没有认过罪 他们只是不断的拿钱出来扎而已 那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告诉我说两个庭 刚刚我们图哥讲 他三四百个案子 你看高雄 那个案子也很单纯 还要搞四年 我搞四年 这么单纯 一个案子才搞四年 那这个案子 牵涉到全台湾这么多人 黑心油的问题 然后金额这么庞大 你说开两次审理庭 你看我们制作当中这么用心准备这个过程 从1月27号9点15分到晚上 13个小时的审理庭之后 居然半夜11点半 帮他们立刻开严压亭 法院有这么贴心的吗 然后严压亭开完之后 不到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立刻让他一亿元交保 你说这个要让人家怀疑中间 没有任何的默契或是 真的是很难想象 所以我觉得 如果站在大家也都习惯说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照理说 刚刚竟然讲的 国民党是最大受害者啊 去年九合已经大败过一次了 这是立委补险 这样一放出来 还要选吗 那讲难听点 如果马英九真的要介入 要干预这个案子的话 当然把它继续延压下去 最符合国民党跟马英九的利益 不是吗 因为大家现在在指证马英九拿他们家的钱 那如果他要证明他的清白 马英九照理说 如果他真的要干预 就是给我继续延压下去嘛 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我没有拿你的钱嘛 所以他现在放出来了 坦白讲 国民党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马英九再度被质疑 舆论哗然 民众不能够接受 所以我觉得 张检应该赶快提出抗告 而高院那个地方赶快做审理 就事实的真相 而不是用民粹的方式 我刚刚讲 我同意刚刚韵鹏讲说 有些法官也比较开明派 也许说不能够压人取贡 就法院审理案件的事实的确如此 但是我们就案子的本身来看 我真的不认为他有构成可以交保的条件 那接下来如果提出抗告就到台中高分院嘛 那这么多的又院又检的 观众朋友或许不是那么够理解 但是现在大家都对张院出现这样的状况 非常非常无法谅解 台中高分院大家能够有信心吗 张检办实案的案子这几年办得非常好 全台湾都给他拍拍手 所以张检的检察官非常的错愕 非常的难过 今天连这个张华的卫生局长也出来说 我们史官法定的根本不明确 外国游园的来源这个问题 要怎么去追 怎么去抓 所以看到史官法修了两次 这三年自当中修了两大次 结果该管还是没管到 这个史官法这修法呢 立委们同怕得再加加油 那这个案子我们如果给台北市长 柯文哲来处理 是不是不会是落入 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但柯市长的所谓的酷立形态 一路走到现在来 今天讲到有接到那个威胁的电话 很担心 不过台北市治安真的是很好 这个部分呢 我们请柯市长也不用担忧 因为大家还是给你支持 拍拍手继续办下去 再办到是郝隆斌市长 会想要想起 郝隆斌市长觉得说 我现在开始不跟你问梁公姐 要跟你开战 要好好的来回籍 我请到林议员 市长要回籍什么 还是说柯市长真的是太污蔑他 对 这个BOT案 他现在这个事件 我想 因为美和斯也是我揭发的 我那时候拿去监察院检举嘛 那后来监察院照我的计算 也说要赔110多亿 从我们损失110亿嘛 那我们换算 连押标金 连那个 有一些 他要赔76亿9千8百万 那个都是我们算出来的 这是好事务的时代 那我也不火烈啦 我在2008年的时候 我有开一个记者会 做巨蛋的记者会 那巨蛋记者会 所以我就来讲 那里面我也有讲到一个问题 有人拿了300万 不是远雄 不是拿了300万 去到监察院去费赂 那个监察院的调查委员 去费赂监察院的调查委员 提出了 就后来爆发的提出了 说有几项要去改革 要去修改 29项 几项都不管啦 39 但是这个300万 造成这个调查委员被判协 我这边都有判决书 那拿钱去的人呢 拿钱去的人 就是被判啦 你是调查员 拿钱的调查员 还是送钱去的人 真的被判协 送钱去的人 因为现在我这边这么多的来宾 我没有时间讲那么多 如果你愿意开局 我就把这个资料 完全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说实在话 这个一弄开啊 现在柯文哲是 你们媒体把他养大 我说实在 我们要讲一句话 这是中国人 台湾人都在讲 身体验走 身体不好 身体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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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你们媒体继续这样宠下去吧 柯文哲现在是好像变成人家不可换 一个电话说要安杀他 那我今天我问你一下 歐巴马美国总统 今天到印度 他为什么不怕人家按杀 外面的恐怖分子 比台湾的恐怖分子 还恐怖的太多了 你说我们现在的基地组织 IS组织 这个能够把一个 把人家的 你看那个 美国纽约的金融大厦 都能够九二一 都能够把他干下去了 法国的 人家就这样干下去了 你现在在怕什么 当市长当总统 不要怕被安杀 那我得罪我揭话 如果要避免那么多 我总 人家不安杀我 你来打看看 不过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讲 这个威胁的电话 这个不知道 让我再讲一句话 这个四个案里面 结果美俄四个案 有 真的会有问题 其他上个案 你查出来都是社会观感不加 到后来就这样 那今天我要再补一句话 如果央司局委 你担任了 我们什么联政委员会的委员 你自己平心 自己出来讲看看 你当了二十年的议员 你当初怎么都不讲 你现在怎么拼命在讲 你当初你怎么说 你今天女士到底是什么目的 你要真正把你的目的 你的心态讲出来 我已经 我是算你的前辈 我说实话 我随时都会退休 可是不能 把一个市政 变成道将好像一五四处 我告诉你 财团如果他没有参加BOT 你要BOT是国家财政不良的时候 才需要财团来帮忙 你没有给人家利润 人家会帮你做吗 我今天为了2017年的世大运 你如果像柯文哲讲的 那不做就算了 就不要做 那我看你怎么办 示范席设施开闭幕 是规定一定要有的 因为我是中华民国跆拳道的名誉 名誉的理事长 也是武岛协会名誉理事长 也是社税协会的理事长 那我今天我们了解体育这么多 你应该要去问问你旁边 有没有像唐代宗的魏征 魏征在哪里 你今天真的不要这样下去 他们事情都是市长自己可以做决定 那现在市长的高明气的情况之下 他说什么大家都奉以为真 但是这里头刚讲到很多人都提到 除了社会观感以外 到底这几个大案子有什么样的大问题 那郝市长当然觉得说 我们前朝做事 在光大巨蛋这件事情被你抹黑怎样 他已经永无可忍了 透过脸书不断在这边 也跟柯市长的最新的 对事件看法的进展做了PK 但现在接下来呢 那在抹黑我就还急 这位有请教竟然跑过市议会 那个现在柯市长的所作所为 叫做抹黑吗 那么连着我们会待会就要开了 第一案应该就是巨蛋 那这个大巨蛋的问题 现在又唠一句话 那大不了远手你闲 有问题那你不要做嘛 所以赤大运什么问题 都不是市长在乎的 还是说这只是他在料化下人而已 我觉得郝龙斌这个话 恐怕不太适当 如果他坦荡荡 他就应该面对检验 那这个争议确实就像 今天我们看到台北市商会的 那个理事长讲的 他本来就在好马的时代 就已经有争议 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 那这里面 如果有市议员在这里 大概都很清楚 那我再给各位参考一个最新的 这个台湾指标的一个民调 那郝龙斌的民调 不管是二十二十九岁到这个六十岁以上 那四成三成五成八成大概四成左右 但是柯文哲他从二十九岁到六十岁 都七成七成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六十岁以上跳到八成 我们本来是他年轻越多 但是他六十岁以上跳到八成 是最近的民调吗 对今天 刚刚刚公布的一个民调 那我要说的是 就社会形象跟公信力来讲 恐怕现在还是天平站在柯文哲那边 那郝龙斌在这个呃呛声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反弹 那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不在于 呃刚刚大家讲的在于到底 柯文哲要不要解决问题 因为他今天给大家看到的这个 柯P的连政委员 我觉得真的像呃今天媒体的标题叫大声工 看起来只有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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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当名嘴啊 我念几个郑文龙跟袁秀慧 郑文龙是陈水扁的律师 袁秀慧是他这个选举的一个律师 嗯那呃顾中华是公都盟嘛 嗯那杨世秋本来就是议员 那林向凯本来就是呃呃 当过财政局 然后呃有一定的财政背景 那冯光远本来就是呃台北市长候选人 嗯那也有名嘴的形象 杨志良也是哦 他是前卫生署长 那后来也出了呃呃 写了非常多文章 也出来呃批评了非常多实证 嗯然后我们最新看到的 所谓的iVoting或是自我推荐民选的 吕秋远 吕秋远是网路名人 他也是个律师 那过去曾经当过呃这个国会办公室的主任 嗯 嗯 嗯那呃呃方简是呃 环保团体的这个 因为我们也认识很久 环保团体在做社运 那还有李安妮 还有一个王小玉 王小玉是太极双星的这个 自己有土地 私有土地的这个呃呃呃呃 我说有利益共生的相关人 对 那这里面你看这几个我们要问的是 魔鬼藏在细节当中 嗯 那你如何去面对这个大财团 大财团后面有大律师团 那他有更多的会计师 就是财团跟相关的这个呃呃这个人力 在做这个事情 嗯 你面对这个你要真的要打呃 真的像你想想的打大象 你要出拳就要打到痛处的时候 你应该不是这种大声工 因为每个人出来都可以当名嘴 那看起来是个舞台 想要参选 或是他未来要有什么可能的舞台 看起来是舞台 否则你怎么会让大家看到这样子 他的功能性在哪里 是 请问律师律师有这么多 那这些律师里面我们看到的 他真的专研相关的 我们在讲这个合约的这个商业律师有多少 还有他里面的财块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 你要有多少的权利金 对 不过那个市政府说 反正重点的那个后勤资源都在我们 都在市政府参与的各个局处 没有 他只有两个版本 蚂蚁工的这个监察院的这个报告 纠正报告 还有黄黄熊的大巨蛋的报告 我觉得只有这两个 你把这个摊开来看就讲不完 我想拿给我们大家在这里 我们也很能讲 都可以讲 但是我要问的是 这些人真的能够查出问题所在 或是提出一个 真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 那如果不行 他就每两个月开完会以后 就跟大家讲一些 这些多坏 那些多差 那好是否在这里面 你过之后撑就怎样怎样 但是我还是要说你要找到对价 还有金流 那个才是重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再看